虾的 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 七十三分之有第二次机会 八十八点三分之没有第二次机会 到底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看这一颗 一个火是吗 对 我有一个火 看到了吗 虾的 大家都在看 我以为游戏规矩是什么 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2022中国好声音导师六窗涌日前倾慈 找来Coco李文接棒 近日入职11人抢5强赛时 四支战队最高得分的学员可直接晋级 最后一个位子折游剩下的7人再战 战现场观众表示 Coco战队仅剩的一名选手 分数高于其他人却直接被淘汰 其余战队的6名选手则不受影响 直接进入第二轮比赛 使得Coco大发雷霆 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 88.3的没有第二次机会 导演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是公道吗 你不说 什么话人都会说 这段影片在网上疯传后 Coco在28日也出来灭火表示 经过导演组的耐心解释与沟通 一切误会都解除 希望我们站队一直在一起 更有网友透露 因为影片传开 节目主只好复活那名被淘汰的成员 让他争夺最后一个武藏的席位 因为最后只能一个 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所以就会觉得 一个都不应该走 必须要回到处责了 Ov换 字幕转发—— 杨栋梁 22年 socially